我們繼續來看人工智慧AI的應用 全世界是都很熱鬆 但是沒有做這款 其實是跟倫理頂頂的問題 美國後面 日本上國家都開始討論 說安裝來規範 我們的國家通信團部委員會 長毛標是說 行進營也已經有調開 看部會的會議 所以NCC國科會所謂報告文化部 上單位來研究人工智慧基本法 要算是在九月份拿出車案 我們有看過這段話 聽到就是美國參議院布魯門台聲 不過這其實是AI做的原因 最近這幾年 生生社AI的應用一直出來 後面可能影響經濟民生核術 甚至是國安的臣民影響很大 連OpenAI這片中 都希望政府可以立法感染 生生社AI帶動專家的流行 當時看起來有多種 假消息和倫理這麼難題 如果美國後面日本這些國家 六少有提出AI發展的相關規範和策略 台灣也研究要入管 我們又會對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有在研修了 就叫廣建商法規管的媒體使用的時候 它應該要有一些規範吧 行政院看部會的會議 要求國科會所謂報告的單位 民間團體推薦相關策案 整個AI倫理法制法 同時溫室構築 還要依照AI產品的方向關係 來混作放電或是驗管者的利用 方法科技發展可能三星的問題和方向 記者中華報道